目前的中国女足距离巅峰时期的坑枪玫瑰的确差得很远,就是在亚洲都已经很久没有尝到过决赛的滋味了,我说的正式比赛,要请赛和友谊赛不算,坑枪玫瑰时代,天下为我独尊想当年中国女足, 在亚洲拿冠军简直,犹如是探盲曲物一样,亚洲杯曾经好许七次冠军,亚运会也曾三次问鼎,但是在2000年以后,中国女足就开始陷入低谷,在2000年以后就再也没有取得过亚运会的冠军,特别是在上届更是刚进八强就被朝女足淘汰出局,那么本届女足参加亚运会的前景如何呢? 正在重新举起的中国女足,本届亚运会中国女足是在必得,在7月26日就将各位女家从各自俱乐部调记到一起进行封闭训练,磨合智容,本届亚运会中国夺挂的希望是真的很大,首先,近些年中国的女足联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, 随着一些资金雄厚的公司介入,女足联赛得到了足够的资金支持,目前也成为了世界上众多女足明星,分分加盟的女足联赛有钱不用请,自己就来了。 而且吸引力越来越大,特别是极数细腻的巴西女足姑娘纷纷组团前来,大量的外援到来增加了俱乐部的实力,也提高了国内球员的经济水平,皮肤又黑身体壮其次。 这些年中国女足复苏的势头还是很不错的,职业化的连赛为国家队培养了大量的优秀球员,前几年选国家队成员很令教练苦恼,现在也苦恼,不过苦恼的是淘汰谁都很心痛啊,目前国家队有25名球员在集训,还会有5人要淘汰不能参加亚运会。 每当提起要淘汰谁的问题时,贾秀全教练都难过得想哭,淘汰谁都舍不打,水平都很高,而且目前中国女足虽然没有当年孙文、刘爱玲那样的世界级球员,但是王珊珊和李颖,任贵心,绝对是亚洲定级女足选手,美女门将赵丽娜最后,本届亚运会分组,对中国队十分有利, 本届亚运会只有11支球队参加,亚洲女足的发展真心,但是不太好啊,强队只有中国女足和潮女足,因为根据以往的惯例,日本女足依旧会放弃亚运会,让年轻队员来刷经验,不会对中潮女足构成威胁,而韩国女足本身,就不如中潮女足势力强, 由于小祖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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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祖 更完美了,到了决赛,中国女足全主力打她们残战获胜几率是真的很大啊,嘿嘿嘿,有些阴险吧,冰者,贵到野头号杀手王珊珊很希望中国女足能在本届亚运会上拿得冠军,为女足复兴奠定基础,再次创造一个新的坑墙梅,回时代。